這個就是七彩的驅軸 裡面還有鐵穴 GG 而且那個間隙很大 噔噔噔噔 啊 這次的故事 必須要先把時間 挽回拉到2023年3月的一個星期天 那天其實就是個普通的週末 在未地工作的大學朋友難得回到台北 說想要上北宜騎車 於是就這樣出門了 一路過來跟往常 晴天的週末早上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財貓灣還是一樣的熱鬧 不過在經過胡須彎之後 突然發現車子的公油斷斷續續 轉速難以維持 似乎還有些奇怪的聲音傳出來 於是馬上找個路邊比較寬的地方先停下來 果然去除了移動時的風切聲 有細微像是金屬敲擊的聲音 從引擎的位置傳了出來 畢竟也是跟了自己五年多的車了 有異狀的話大概還是可以差點出來 現在空檔嗎? 現在應該是入檔 現在應該是入檔 冷門 不知道 因為它剛才騎一騎 我剛才準備要停下來 它就自己熄火了 對 有齁 情況不容留 對啊 對啊 反正我就不跟你們去吃早餐 然後我們現在就先下山 然後我弄一弄 然後我先回家拿東西 然後再上 哇 這樣太傷心了啦 不跟我們一起吃 但是我乾脆下山吃好了 好好好 就下山吃 看你們 反正我只能慢慢滷拉 你們要幾塊也沒差 好啊 那我就再跟你們會合 我可能大概好 哇 你又要 又要配一兩圈了 所以你當猴子 啊 我在跟你們 你怎麼會 這個時候出問題啊 連10萬公里都還不到啊 不過還好啦 還好在台北啊 媽 要是我今天去中南部出問題 幹萬得挫賽啊 好啦 慢慢撸下北宜開始 嚴格說起來 都已經知道可能是引擎有問題了 那應該就是不要再發動 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傷 原本有考慮要叫拖車 把車子再下山 而且事發當下 詢問常去的車行 老闆也表示願意檢查維修 只不過尷尬的是 這天是星期天 車行不只沒開 老闆還說他們位子滿了 停不了車 也就代表車子在下山後 還是得先找個地方先停著 之後再想辦法 把車子送過去車行 最後想說既然車子還能動 那就乾脆直接騎下山好了 從平靈到台北雖然不算近 但是30公里的距離 應該還勉強撐得到 而且基本上確定是要卸引擎了 那可能也只是修多修少的差別而已 至於引擎是哪邊出問題呢 當下的直覺就是曲軸 但是又在想是不是真的那麼衰 當年買這台CBR300R應該算是衝動消費 所以沒有做特別多的功課 後續才聽說因為用料問題 CBR300R有炸曲軸的通病 這是根據車友的經驗 耗發里程落在2萬公里內 而我當時買車才4個月 就已經過了這個里程數 再加上出廠年月 也剛好沒在消息出來時 有問題的料號出廠區間 所以後來就沒特別在意曲軸的事情 直到剛破9萬公里不久的這天 該來的還是得來 跟CBR300R圈族內 一些曾經炸過曲軸的前輩交流後 應該十之八九就是了 只不過大部分人的經驗是很難發動 甚至是直接沒辦法再發 而我卻還能在這邊慢慢把車路下山 即便是一路上都用不到4000的轉速 或者乾脆禮合器抓起來 順著第四直接用滑的 甚至不用特別停下來等區間測速 也非常感激朋友在後面幫忙當保姆車閃燈提醒 不然這麼慢的速度在走 還是會怕其他車沒注意就撞得上來 有人說10元硬幣就可以把這個打開來 欸 蓋子池 那個螺絲會掉下來 喔喔 10元欸 這肯定是轉不開 他應該有上扭力啊 對 不行 不行 你可能把開的冷氣給你 你會需要這個冷氣嗎 呵呵呵呵 你說因為 因為我這樣子帶著 所以我需要這個 我需要冷氣嗎 那你穿皮衣啊 我看你超熱 這樣看起來真的超假掰的 耶 呵呵呵 好嗎我是警察 我一定懶得 你看這個保險桿 靠歪裡面一個不知道傻小 呵呵呵呵呵呵 還好有朋友幫忙載我回家 不然穿著皮衣搭公車搭捷運 搞不好還會被拒載 至於CBR300R 就要等到車行有位置了 才能再送過去 請選擇發票列印方式 請選擇您要使用的載具類別 請於調碼機前出示您的載具調碼 繳備完成 好啦 我們要把停在這邊一個月的車騎走了 希望你發得起來 然後我們要把 還不知道是不是驅走 但應該是驅走吧 把它換一換修一修 我覺得很奇怪 哇 騎到了 昨天才騎了你的公立車吧 CRF300L 去年會租CRF300L前往五屆 應該也算是種因緣際會吧 2月跟CP層討論行程的時候 是打算就騎CBR300R 進濁水溪溪谷到一線天 曲軸剛炸掉的時候 還在想說不定依然有機會準時修好 當然後來還是又難得了租的一次車 不過仔細想想 運氣還算不錯 去年1月初去環半島的時候 要不是因為CBR300R剛好快9萬公里 準備要換機油 否則照里程算下來的話 搞不好就變成在武嶺上面榨驅軸了 蛤 聲音還好 我覺得有點大捏 就有一個CBRCBRCB4 對 對 所以你覺得聽起來問題應該還好 沒有 聲音沒有我想像過大聲 可是還是可以 對啊 我腳踏在上面 他有一個有規律的振動 就有一個振動 這也是引擎 所以應該是引擎 引擎振過去的啦 對 西缸 西缸 比這個遺產速度這樣算正常 就是這邊 這邊這一排 你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得出 直條的磨痕 對 正常來講是要像這樣 比較光滑 對 這個磨痕多餒 下面磨比較兇 對阿 這裡磨損 這邊正常 比較正常相對來講 這邊就是有磨損 這就是正常的阿 嗯 對阿 這比較正常阿 那為什麼會磨用這個樣子 第一個就是里程數嘛 比較高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那些碎屑 有 跟著機有被打上 我那時候發現 發現出問題 一發現出問題 它其實東西就在裡面繳 是啦 它東西就有點掉到機油裡面了 二十公里左右 不用算公里阿 你一發動就是幾千轉再轉 拉 拉 更不用說說公里 就算是耐速好了 這一整圈 全部生就卡死 哇 所以排管拿不下來 哇 我們怎樣硬敲呢 就爛啦 就爛 所以這邊都被我們敲 敲到那個凹掉了 好 沒差啦 排氣管 排管順便升級 幹不行阿 欸排氣管亂換的話 我就進不了新北市了耶 呵呵 別忘記你的罰單阿 不會啦 你會變成 警察治國了 有什麼 對不對 蛤 沒有懷疑 前天監理戰又寄簡訊給我 呵呵 沒有 他要說 再不驗車你牌就要被扣掉囉 就這樣子 沒有去演展嗎 也沒得演阿 我有問過阿 他說不能演阿 那停牌勒 停牌更麻煩阿 停牌我等於是我路上沒有牌阿 所以我要怎麼樣 把它運 用貨車運到監理站去驗 嗯 阿這樣不是更麻煩 之前是 他預期就是罰錢阿 現在預期會過嘛 現在他改到預期 對啊 他只能給我預期半年而已阿 六個月阿 阿很雞掰 沒有阿就很雞掰 阿我車子就壞掉了 再修 阿你給我 你只給我半年騎先是三小 呵呵 阿我又不是故意不去驗 那些特殊車怎麼辦 特殊車 喔我不知道阿 已經超過半年的阿 對啊 我車發不動 我還要那個 我還要去驗車嗎 他是驗個規的 對啊 阿我就不知道阿 可以驗人嗎 你說驗那些官員的智商嗎 我希望可以驗一驗 但我怕驗出來是負職阿 沒有你就把 他那個機器壞掉 對啊 你就把車架拖過去嘛 那你就說引擎的不見 你就說乾引擎拆下來燙阿 沒辦法 我整個來拖過去給他 阿不然我是沒辦法 然後鑰匙開 那是什麼還是未必 有些規定是 是本來就知道存在問題 但是真的遇到了 才會深刻覺得不合理 如果不是因為要從泰國叫料 運送過程又出現狀況 也不會定檢的時間到了還修不好 要按照最合法的方式 先把車牌繳回監禮戰的話 那最後還是會有一年的期限 不然車牌就要直接被註銷 也就是兩者之間 只在於會不會被罰錢的差別 車牌註銷的大線依然存在 還好後來料建 又在實線內抵達 這麼剛好 我來了就要前進去囉 對啊 幽靈引擎 幽靈引擎 沒有引擎 呵呵呵 居然是這樣子用拖的進來啊 我應該要順便 然後比較順便在地板上補個紅毯之類的 他就來搬 我幫你去找紅毯 坐墊都要拆 你看到都沒有要拆啊 三月放到現在的水啊 靠腰喔 還在裡面 喝掉了 我那時候就三月我就放在裡面啦 想說要喝啊 然後結果就壞掉了 第一次看到全裸的耶 真的假的 我坐我自己的車 看你全裸好了 所以這顆到底幾公斤啊 你們那麼長搬20公斤以內應該輕輕鬆鬆吧 你們那麼長搬20公斤以內應該輕輕鬆鬆吧 我翻看看啊 所以看你們的動作看起來都超過20公斤啊 然後 這應該是前面 前面左右 我把它抬起來 你把它塞進去 好 好 好 我去那邊擦頭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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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入境要加沉 蛤 那我幫你碼掉 這個年代不是應該順便把你的IG放在資訊欄下面嗎 我沒有那麼高調 看起來要不要但不沾打的 對邊有啞子 我準備好了 黒糖 我只是想要吃不了 我會想要吃的 像是有個正常的 我會想要吃的 你會想要吃的 我會想要吃的是 我會想要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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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想當 對不對 打根的 沒有那個時候是它整個黏住了 它的排氣管頭段跟鋼頭完全黏住了 這兩個都有 所以這兩個不會想 其實就是 頭段不用換了 噴一點那個就滑油了 這油箱不行啊 蛤油箱怎麼了 裡面好噁喔 噢幹味道跑出來了 它這個味道 那怎麼辦 抽 喔抽換喔 超濃欸 對啊那個時候其實都抽差不多了 現在我怕發不起來喔 現在我怕發不起來喔 很冷喔 嗯 噢 幫你幫我打喔 要把你夾一下電爆 剛剛不是衝很久了嗎 沒有那兩隻 兩隻寶啊 兩隻寶啊 兩隻寶是不是一般的衝出什麼 來喔來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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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還要驗排氣耶! 修好囉 等一下要去驗車 要再來把引擎發動了 現在里程 90179 儀表板超髒 幹了7個月了 好啦出發了 幹原來跑車這麼怕喔 這也不算跑車勒 從3月在北宜上面出狀況 一路到12月底終於修好 9個月的時間真的快忘記怎麼騎這台車了 還好不用等到2024年就能再次帶他上路 老天爺很賞臉 在英語綿綿的台北冬天 插入了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這次的維修一共花了4萬 其實幾個月間不斷有朋友建議乾脆換車 畢竟車齡不小 里程數也高 二手市場上的行情也剩沒多少錢 但是說真的 這車況是不可能再賣了 要報廢的話 多少還是會覺得捨不得 那不如就在能力許可下 盡量把它修好 說不定哪天想不開 真的就騎CBR300R下五屆 濁水溪谷了 對 驗車 你運氣檢驗有個張發單你知道嗎 我知道 可是我是 我是因為車子在維修 所以你想要升級車嗎 因為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7月的時候 我有打電話問你們監理站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只要有證明就可以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幫你 車子驗好了嗎 剛剛好 我就是好了 我才來驗車這樣子 那你驗好 那車子就沒有人 就是罰單的部分 你管現在確認好要什麼東西 如果你能馬上提出 就直接是反路不行 可能在 就是我看一下你是 11月3小 12月20月 從監理站一個窗口 跑到另一個窗口 結論是要等待長官答覆 才能知道驗車罰單能不能撤銷 然而最開始能從打到監理站 詢問能不能延後驗車的電話 忘記錄音 即使非常確定 電話另外一頭 傳回來的答案 是能夠提出維修證明就可以免發 但是最後等待了一陣子的公文 長官的答覆卻是否決 反正也已經習慣公家機關出爾反爾 預期驗車不過900 就發給他吧 車子修好還是比較重要 接下來還要再跟CBR300R去哪邊探險呢 請片尾民主版